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在原地不动 这就是定竿 要打出定竿呢 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白球 目标球 带口 必须是在一条直线上 不能有任何角度 这样的话 才能打出定竿的效果 如果白球和目标球 有一定角度的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再打出定竿的效果了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白球在撞击到目标球的时候呢 不能有任何的旋转 如果白球有一定的前旋或者回旋的话呢 这个时候白球也是定不住的 比如在撞击到目标球之后 白球有前旋的话呢 这个时候白球就会向前滚动 如果有回旋的话呢 白球就会向后滚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能打出定竿的干法 我们知道要打出定竿呢 一定是要让白球在撞击到目标球的时候没有旋转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是记打白球中心点的位置的话呢 由于白球跟台阴的摩擦会导致白球在撞击到目标球的时候呢 已经会产生一定的前旋 这样是没有办法让白球定在原地的 所以为了抵消掉白球和台泥之间的这个摩擦 我们呢 需要将我们的白球打点调低 记打白球中心点往下的位置 先让白球产生一个回旋 这样白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抵消掉台泥对球的摩擦 这样的话白球在撞击到目标球的时候呢 才能够产生没有旋转 然后定在原地 至于要击打白球中心点往下多少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根据白球和目标球的距离 以及我们使用的力度来决定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当白球和目标球的距离不变的情况下 在记打定干的时候 记打点和力度之间的关系 当白球和目标球的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呢 可以通过力度和打点的结合 来使这个白球的定在原地 当我们的力量越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记打白球的点越高 这个时候是接近于白球中心点的位置的 而当我们的力量慢慢变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记打白球点的位置呢 也慢慢的往下 力量越轻 打到白球点呢 就会越低 我们能看到 当白球和目标球的距离 在慢慢拉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记打白球的力度呢 要慢慢加大 而且我们记打白球点的位置呢 也是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呢 就是当白球和目标球 在不同距离的时候 比如我们记打这个 一号球 这五分点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白球会有一个最轻的力 可以让白球呢 定在原地 如果我们想用更小的力 定住白球的话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白球打点了 往下调 当我们把白球打点 调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记打这个 一号球 定在原地的这个力量 就是最轻的力量 相反 如果我们想加大力度的话呢 这个时候 就需要相应的 将白球打点调高一点 也就是说 这个要打出定竿的效果 力度和白球打点呢 是相互制衡的关系 力度越大 这个时候 白球打点呢 就越高 力度越轻 这个时候呢 白球打点就越低 还有一点 就是发力的好坏呢 也会对 记打定竿的力量范围呢 有一点影响 比如 同样是 击打白球 最下面的点 如果你的发力越好 使白球产生的回旋呢 越强烈 这样 我们在击打定竿的时候 力量就可以 越小 这也是检验 大家 发力好坏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打定竿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在 摆下动作之后呢 球杆一定要尽量水平 而且 在出杆的时候呢 也要保持水平 如果 在出杆的过程当中 球杆有上挺 或者是下压的 这个动作的话呢 这样 白球 打开 打开 就会 打开 就会 打开 对 就会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